观众朋友欢迎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久违了的周静青中医师 静青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你好你好 你好 看起来身体更好了 谢谢 中医养生方面还是要多偏老你了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重要人物 他是太极气功的老师李光钊老师 李老师跟我们旧青山湾区的观众朋友 介绍您自己也介绍一下 您的太极权传承来自哪里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光钊 木子李光明的光 昭然若接夜的昭 我从小跟我的父亲 学练太极权 阳世太极权 阳世太极权 我今年72岁 实在是看不出来 从16岁正式跟我父亲学 你看头发这么多 看起来像五十出头的样子 我的传承的话呢 是因为是家传 所以他做的点 一太极权之内 内极权和实修内枯 李光明就启动我们精神 所以原成来说是原真原味的 阳世传承的太极内功的太极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这个简单又扼药的一个介绍 我知道李老师在教太极内功的时候 并不是像街坊间一些老师 他一开始就教您如何 教这个叫做全架 就好像说24世啦 81世啦 或者是108世 而是教所有的学生 一开始就要战装功 为什么战装功这么重要 好 借这个机会呢 我也想给广大的观众介绍一下 我所传承的太极权的太极内功 是从战太极战装功开始的 为什么从太极的这个装功开始呢 我们经常知道 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 这是我们大家都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那么所谓练功指的就是什么呢 太极的内功 那么内功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装功 内功就等于装功 装功就是内功的 太极内功的核心的功法 所以装功是一种静止的态度嘛 是这样 静止的姿势 是这样 那么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太极装功 为什么要从装功开始 对 我们知道呢 其实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无非两种状态 一个是动 一个是静 对 那么这两种状态 是组成了我们生命的核心的内容 但是动和静 我们说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都认为啊 我们动起来 这是动 我们不动的时候 我们管它叫静 其实这是一种误区 为什么说这个是误区呢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动 是动 但是它只是一种 我们敢看到的 一种表面的现象 我们所看到的不动 我们管它如果叫静的话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表象 我们说 我们认为 我们所说的动和静 在我们看来 我们应该在动当中 应该有静 静止的状况下 里边应该有动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经常说感觉两个字 感觉 感觉 这个事情感觉很好 那么这个感觉 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一个是感 一个是觉 感指着是我们有形的 能够感受到的 那么它是表象的 我们所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那么其实 它一定还有一种觉 这种觉是靠我们的感官 总无法能够看到的 所以我们要通过 我们的内功 把里边我们看不到的 那一部分 要把它觉出来 这是我们太极庄公的 核心的理念 太极庄公的核心理念 只要有周医师 周静青医师在场 并且李光照老师 是由周静青医师请来的 特别给我们戏骨湾区的朋友 来上四天的课 那我知道就跟健身 养生都有关系 甚至包括治病 那我觉得 我认识静青已经超过十年了 他是非常尊敬好的老师 好的医师等等 所以只要一看到静青在这边 就等于是静青给这位老师 做了一个很强的背书 一个endorsement 那么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就已经明白很多 我在看这个稿子的时候 不明白的地方 也谢谢李光照老师 接着我来跟大家讲 就是在10月20号 10月21号 这两个周末 这两天 是无极庄 浑原庄的课程 这些都是属于静态的进宫 那在10月27 10月28的周末两天 是太极内宫的动宫的课程 这样说起来 只要上课四天 就可以把太极内宫的宫法 全部学会 那我的问题又来了 现在世界这么大 李老师只能在一个地方 at one time 就是一个时间 只能在一个地方 很多人都是看书 还有看这个视频学习 那么跟亲身教学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说啊 这个书当然很重要 这是我现在刚刚发行的 关于太极庄工的 吴季庄和浑原庄工的 这个功法的书 那么更主要的 我所传承的太极内宫的修为 太极庄工的修为 是 四个字 看 听 摸 物 还要摸 还要摸 看我知道 听我知道 摸 物我也懂 摸要摸什么 摸什么 要通过老师 要通过老师 言传深受 也就是说 我们所需要感受到的 里边的这个觉知 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的 它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 那么我们有一种语言 虽然语言说 用嘴巴说不明白 但是你只要是亲身一摸的话 在我身上 你会感觉到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所以看听是在学习的 当天可以学到的 那么摸和物就要自己 老师不在的时候 自己领悟了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二位 但是我们在下个礼拜六 还有 更重要的一些讯息 也会带来给 湾区的观众朋友 谢谢二位 谢谢 观众朋友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